你在耀宗做了十年 我在耀宗做了十年 都做了多久 我喜歡耀宗 它的機構也很大 學生也不錯 上班時間會在早上七點 下班的時候就是五點半 但我會在六點多鐘 我會回來準備 我在耀宗負責工作是清潔 早上做寫字樓 下午會做課室、走廊 例如有時做到課室 課室有時在地上很髒 可能很多印、黑色的東西會散開 例如鞋子等等 我們工作 例如有時做大型、聖誕節 或者有什麼活動 我們需要搬東西 也有很多東西搬 如果我一搬 例如上頭要叫我去頂哪個位置 我也要去頂一下 我也挺喜歡在耀宗工作 因為做得很開心 那些同學也挺好 大家看到我也會去打招呼 比較難忘的是 那些小朋友 學生可能去完球場 踢完球場之後 去小朋友當然要抹汗 很多汗 可能把紙巾扔到上面 這樣 我會找一些很長的東西 來扔到紙巾 5月2號 剛剛搬過那些扇窗 即是開的那些傘 就去了K11那邊 我上了樓梯那裡 三樓 同時一個前一個後 我就是 當時就是 不知卡一卡 扔在那裡 受了傷 真的受了傷 我受了傷 有些同事都很關心我 我跟同事都可以的 每個人都 那些老師和同學 看到我有些都會打招呼 其實我很多時候 都跟老師打招呼 或者同學 同學有時都會的 熟一點那些就會馬上叫你 有一次我拖的樓梯 就是清潔的樓梯 有個學生就說 小心點啊姐姐 這樣很開心 都聽到 在姚中的工作 我覺得都有點歸屬感 都很好 其實第一次進來這裏做 當然不同於現在 因為樣樣都熟了 樣樣都知道做什麼做什麼 那個情況 這也是一個原因 就是一路都是熟 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做什麼 都想要下一個人 也會被人家 都想要下一個人 都想要下一個人 這個問題 每天都想要下一個人 都想要下一個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